我简单的谈谈美国 现在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崇拜美国 有很多人害怕美国 这人不在少数 崇拜美国这些人不是崇拜他的自然科学 是崇拜美国的资产级的民主资产级专政 崇拜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问题在这 毛主席他的科学论断具有穿透性 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 在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曾问 请问主席您怎么看美国的科学 毛主席怎么说 说美国确实了不起美国确实有科学 可惜美国的科学不掌握在人民手中 而是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 这是根本 这是本质 掌握资本家 资本家掌握的科学技术 掌握资本家手中 是用于榨取工人的血汗 一切反动派 一切帝国主义 都是纸老虎 美国的原子弹 吓不着人民 美国的原子弹吓不着中国人民 即使美国的原子弹 把地球毁灭了 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太阳系当中 可能是个问题 在宇宙当中 不过是一粒尘埃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美定如意 一起一切搜狗 在宇宙当中